歡迎回來 繼續關注中國的消息 日前 山東詩人魯陽被中共當局指控 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刑事拘留 獨立中文筆會發表聲明 擔憂這是中共對魯陽在網路發表批評言論的政治報復 5月13號 獨立中文筆會發表聲明說 該會會員山東詩人魯陽 在5月1號被警方帶走後 第二天被抄家 13號 家人收檔通知 稱魯陽被山東遼城市公安局 以涉嫌所謂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 他本人表示不要代理律師 獨立中文筆會呼籲國內外各界 密切關注中共當局濫用刑法罪名 不斷侵犯公民的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 要求中共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魯陽及其他因言獲罪者 大陸維權人士李先生說 魯陽常常網絡上發表言論 幫當局獻計獻策 推動社會進步 但當局不允許 李先生說 他和朋友都沒有看到過 魯陽有任何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的言論或行為 49歲的魯陽原名張貴奇 網名魯西狂徒 曾創辦《中國當代詩歌論壇》 《中國自由文化論壇》都被當局關停 他多次因政治活動而失業 2006年 魯陽因自由寫作被迫辭去聊城外國學校的職務 妻子也受到牽連 2017年 魯陽和十多位公民舉牌 聲援因批評毛澤東遭解職的山東建築大學教授鄧香超 在濟南建築大學遭十多名毛左暴力毆打 新唐人記者熊斌李韻舒燦採訪報導